1. 穆大王可以用嘴处死任何人 穆大王要处死小爱 小爱在几个月后果然撞墙死了 所以说穆大王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2. 穆大王曾经被小爱剥夺过男人的功力 但是在只有一成不到的功力的情况下 还能打败撒卡修与谢赤王 要不是给师父兼钱教皇的面子 穆大王一个水晶盒 把他们送回冥界 3. 穆大王把卡庙的钻石星辰 当冰棍吃很多人只看见我家穆大王被卡庙的动气打飞 他们却不知道这是我家穆大王故意让他打的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天太热了 我家穆大王想吃冰棍 但是又没闲买 你们难道没看见穆大王被打后 嘴张得像吃X一样 那明显就是在吃冰棍呢 4. 穆大王秒杀毒气男 把功劳让给别人 很多人认为牛哥是和毒气男同归的 但实际上是穆大王一个眼神 就让毒气男爆炸了 为什么穆大王要把功劳让给牛哥 当然是因为牛哥帮穆大王恢复了男人的功力 这样穆大王就不会再被小爱剥夺男人的功力了 穆大王解决了冥界最强者 蝴蝶大王拉达说 蝴蝶可以秒杀12黄金 那其实是远远低估了 蝴蝶大王什么实力 可以让穆大王短暂陷入苦战的 其实力绝对远在死睡之上 和哈迪斯众伯 有蝴蝶大王在 武神一小强都会被全灭的 于是 我家穆大王终于出手了 在一番苦战后 穆大王消灭了蝴蝶大王 奠定了圣战胜利的基础 感谢观看